歡迎大家加惠元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我想這個如果俄羅斯 他自己的這個衛生系統 他不足的話還要靠GPS 那他這場戰場是沒辦法打的 因為在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 一直是依靠GPS衛星系統 結果他就是突然 他所有的導航通通失靈了 那所以在現代的戰爭裡 如果你沒有自己可靠的 衛星導航設備的系統的話 那這場戰爭你是沒辦法打下去的 可是這種衛星導航的系統 在各國來講都是長期大量的投資 雖然他的回報率也相當的高 而且他的功能不只是軍事的 在救災啊 商業啊 各方面他可以提供的服務 事實上可以 可以說是可以獲利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就是說全世界 現在有獨立的衛星導航系統的話 只有四個 對 那麼一個是美國的GPS 一個是歐洲的潛力略 潛力略 這個歐洲是歐盟整個出來 還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所有歐盟國家 一起集資來做這個潛力略 另外就是那個 俄羅斯的這個系統 然後呢 最新的就是中國大陸的衛星導航系統 就是北斗系統 北斗系統事實上經過三代 對 它這個第三代 它本來都是區域性的導航 一直到第二代還是區域性的導航 可是第三代 它就是說完全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導航 那麼整個開始在2018年開始 開始這個運作 那2020年的7月31號 是一個劃時代里程碑 它這個整個完整的開放 給這個做商業的使用 那現在北斗事實上 還沒有停在這個2020 事實上2020到2035 北斗還在進行第四代 第四代的北斗這個 衛星導航系統的這個 這個正在還在繼續的研發 繼續的發展 所以從這一次的俄乌戰爭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你如果沒有這個定位 你如果沒有太空偵測的 這樣的一個這樣子的功能的話 技術的話 你像這樣戰爭的話 你就是挨打 你就是挨打 那麼這一次俄羅斯 事實上很多地方顯示的就是說 它其實它的這個 這個很多戰 就是說地面的部署 跟軍隊調度 事實上都被 可能是情報掌握在先 造成它有一些傷亡 甚至說它的這些高階將領 還有它的重要的這些 這些戰 這些武器 包括這個莫斯科 都被擊沉或者說被被拘殺 這裡面大家都懷疑可能是這個北約的系統 北約系統其實靠什麼 就是靠衛星系統 對 基本上定位 第二個還有就是監測 它這個從這個太空上往地球上看好 事實上有的時候 它的那個精準度 讓你感覺到就是說 根本就好像就在眼前 那有的時候這個 這個美國的GPS的精準度 幾乎那個 那個沒有什麼誤差的 直接那個就從太空上下 就跟你在看眼前的人一樣 所以這個現在的戰爭 這一次俄烏戰爭就明顯顯示出來 誰掌握天空 誰掌握勝算 誰掌握太空 誰掌握勝算 誰掌握定位 誰掌握勝算 誰掌握太空的監視 就是衛星的監視 誰掌握勝算 那這一次俄羅斯看起來的話 它所以最後這一次 他們很清楚的講 俄羅斯的衛星導航公司 航天集團總經理 公開承認 他們說現在 跟中國大陸這個北斗系統 事實上在結合 兩個系統在繼續融合 那就可能顯示 就是說 中國大陸北斗系統是 可能它的功能性能 是優於俄羅斯的 如果不是如此的話 俄羅斯不會在這個 關鍵時刻 公佈這樣的一個訊息 可見中國大陸在過去 很長一段時間 這個對於這個 這個導航系統 還有這個整個 太空衛星 這種定位觀測衛星的 這個 這個建設 那麼 證明它是在軍事上 有極高的價值的 那將來很可能就是說 我想的話 美國跟中國大陸也好 跟俄羅斯的這個 在地球上的 這個 美國認為是爭霸 可能俄羅斯跟大陸 並不認為有必要爭霸 美國是爭霸 那麼在太空方面 這個衛星 衛星部隊的這種 這種競爭會越來越激烈 不過現在這一次我看到 就是說俄羅斯主動公佈這個訊息 還有就是說俄羅斯這個 中國大陸駐俄羅斯的大使 駐俄羅斯的大使 張漢輝 張漢輝也很明確的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麼也把跟俄羅斯目前的合作狀況 也做了比較多的披露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中國大陸 一個政策性的一個轉變 因為美國一直想找機會 就是說給中國大陸 戴一個帽子 說你就是跟俄羅斯合在一起 那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以目前這個國際局勢 這個權力平衡的發展 這個趨向 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中國大陸對俄羅斯還是 感覺上沒有給他一些 一種合作的跡象 那事實上的話 將來美國他就會個個擊破 然後就是說 他這次如果把俄羅斯 不管是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那麼下一次就輪到中國大陸 我想這個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國這個借助別人之手 打代理戰爭 這個目標是不會放 俄羅斯現在是首當其衝 下一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中國大陸 那麼如果說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沒有結成一個很強的一個戰略 一個夥伴關係的話 那麼被美國用各個擊破的方式來的話 那麼都會承受到美國比較大的壓力 各自自己來面對美國的話 那麼我想美國也會很敢 也是不會猶豫就出手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俄羅斯的航天集團的總裁公佈這個消息 然後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同時也接受採訪 我覺得這是給美國釋放一個訊息 也就是說大概中國大陸也不太考量其他可能的因素 就直接把這個訊息告訴美國 現在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在戰略上上面合作是越來越密切 那這個關係是為什麼如此 就是你俄武戰爭 美國目前的做法 那麼讓中國大陸 那麼考量到自己未來 跟俄羅斯 做更緊密的戰略上面的合作 那是無法避免的 對啊 那個最近盧卡申科 白俄羅斯的總統他就說 美國現在就把這個削弱俄羅斯 那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對的是中國大陸 那尤其來看到的是 這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現在被說是背靠背 很多領域都是站在一起的 那剛剛大使有講到 大陸駐俄羅斯的大使張漢輝 他就說呢 其實要中俄的兩軍技術的合作 更高水平拓展領域的發展 油氣更不用說能源的這一塊 那經濟這一塊也是 2021年中俄的雙邊貿易 達到1400億的美元 那雙邊希望2024年的時候 能夠達到2000億美元的目標 而且中俄的本幣結算已經開展多年了 現在也要進行相關深化等等的 雙方在月球 探空探測 載人航天 衛星導航 還有那個空間技術等等 都要進行合作 然後呢看到中俄現在被靠背之後 美國又開始埋怨 中國大陸你不合作了嗎 NASA的局長尼爾森他說 中國大陸航天缺乏透明性 以及合作的意願 大陸沒有主動提供相關的合作 但是跳Tango應該兩個人一起跳的 但是呢中國大陸也提出相關數據 那你要不要講是 你美國圍堵中國大陸呢 2011年的時候 美國國會通過了沃爾夫條款 就是限制美國跟中國大陸 航天領域的相關合作 亮哥你怎麼看 就是美國現在開始怪說 大陸的資訊不透明都不合作了 不是美國不讓中國參加國際航天戰 所以中國才發展自己的 就好像美國阻止歐洲的 那個衛星定位系統跟中國合作 所以中國只好自己做北斗 現在做的還蠻不錯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也不用去翻 那表示這個人 對美國的歷史毫無見識了 他是NASA局長 那就是那個故意隱瞞一些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事嘛 OK 沃爾夫條款誰不知道 拜託他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 我對前一段我比較好奇的是 俄羅斯故意放這個消息是要幹嘛 俄羅斯故意放這個消息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跟中國軍方在合作 你要怎樣 那中國軍方也承認 這個比較有趣是在這裡 因為美國一直在說 你中國不可以軍援俄羅斯喔 不然我就視同 你在支持俄羅斯參與俄乌戰爭 那定位系統算不算 北斗嘛 那美國當然會推論嘛 因為我們知道 國羅納斯那個系統大概 只有25顆衛星啊 那是相當不準的 那中國的系統至少有55顆衛星啊 那 而且他是雙向雙向溝通 他有很多功能大概已經超過GPS了 因為畢竟是最新的科技嘛 對啊 那為什麼中方要承認 就是 現在俄乌戰爭有一些地方 其實都有曖昧之處 比如說 美國到底有沒有提供 衛星定位給烏克蘭 那政府不能承認 你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那個莫斯科被擊沈 對 那他就在那邊躲啊躲啊 不願意承認 那你看美國軍方第一時間的反應 還支支烏烏的 對不對 那就是說他們都有一些底線要守 那中國在這個方面 就公開承認 那我覺得 這意味著 那個上不封頂的軍事合作 可能就開始了 所以這種事情也隱瞞不了 那就承認 那美國要不要把這個事情當作是 中方就介入了俄乌戰爭 挺俄羅斯這一邊 那你美國自己看著辦吧 那你如果認為這就是啊 然後對中方採取更大的動作要制裁 那你等於是讓中俄就直接聯手了 等於又更被靠被 尤其在軍事上 我講的是軍事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未來可能很多中美博弈都會碰到類似的狀況 就美國事實上是最擔心中俄在軍事科技上合作 那可是實質上已經發生了 你說未來的那個 中國的國際航天站 對 他也會跟俄羅斯合作啊 那那個是不是軍事 那個你實在很難不說是軍事 那坦白說俄羅斯願意在衛星定位上用北斗 這個是 這個坦白說等於是把自己的資訊敞開 讓中方知道 那代表雙邊也是有高度 因為理論上中方是可以看到的 因為畢竟這個科技是在中方手裡 這個就好比使用GPS的國家 等於是把自己敞開讓美國看到 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是延續的 包括俄羅斯決定要用華為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接下來又要願意接受他的北斗 那我覺得 這就意味著俄羅斯認為 中國基本上跟他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是非常低的 甚至可能不可能 根本不會發生 那我說這個叫做 那個中俄關係有可能走向 我當然不能說那麼樂觀 就是美國跟加拿大 OK 美國跟加拿大還打過仗 但是經過了100年 慢慢才磨成今天這個樣子 那幾乎是磨成不用簽證嘛 那就自由來往嘛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中國跟俄羅斯 有起來最好的一個時刻 這個比那個 中國共產黨 拿到政權的時候關係更好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史達林還是有一點疑據 那一直到 中國介入韓戰嘛 然後史達林才開始解除了一些戒心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知道那時間也很短 到了1959年那 雙方又炒翻了嘛 那 可是雙方就各自站在自己的民族的立場嘛 各走各的路嘛 那現在是 各走各的路到了一個一定的程度啦 那現在雙方 又 共同面對美國嘛 那現在開始 認為雙方的 至少是 我認為至少是中期的利益是站在一起的 我們也不要講太長期啦 至少短中期的利益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蠻大的發展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